孙皇帝 臣妾叩见皇上 圣躬安 深夜至此 所为何事啊 相伴皇上于地下 是我的本分 可是孩子还小 请求皇上 为我严命纪念 太医说 或许孩子能够治好 你怕了 我自幼父母双亡 我深知孩子 与父母分离的痛苦 我不想孩子将来怨恨 何必要替这旧诊 就让这哼泥灾祸 都夹在我一个人身上 不要祸及后人了 这些日子 朕反反复复地看殉葬名单 你的名字 我尽尽处处拿了七次 今天我把你的命还给你 但你要发誓 让我安心 知己 臣妾自知这条命 是皇帝所赐 若儿子为帝 我必当尽心辅佐 至死而已 若儿子早亡 那是我命中注定 我必当追随 皇帝于地下 你走 起来吧 我小的时候 想当个画师 一生饱懒名山大船 老了躺在床上 把画作刮满私壁 卧忧天下 可后来出现了太多的 是是非非 我把这点念想给忘了 我很后悔 我们的儿子长大了 愿意当皇帝就当 不愿意也可 让他按自己的意愿 过这一生 才是真正的得意快哉 把我这话告诉他 我扶你回秦宫 皇上 我扶你回秦宫 皇上 你做梦都想穿着笼袍 坐在哪儿 现在得意了 我不怕你了 我 和我自己 讲和了 若微 十年风雨 觉得若不能相守 是辜负了这一生 我不能忍受 去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故儿想把你带到地下 可让你和儿子分开 又生怨恨 所以我把手松开 把世界还给你 上天会因为我的发心 必不知让我沉沦在 无知无失的黑暗中 我不会忘记你 愿来日相见 我会一直陪着你 就像我们 刚刚认识的时候一样 我才等着你 用马车 带我回家 好一个年少的舟狼 现在何时也不觉得灰飞烟灭